好 所以我们来解答一个教义上的问题就是 既然我是因性称义的义人 为什么 应该说我还有没有罪呢 我是义人 我还有没有罪呢 所以让神的话直接给你答案吧 请看下一页 好 这是罗马书七章十八节 我也知道在我里面 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因为励志为善由的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弟兄姐妹问你一个问题 你还有没有肉体 如果你现在在看我们这个影片 你保证有肉体嘛 对不对 那你有肉体 你当然肉体之中没有良善 所以你身体里面 你的肉体里面是有罪性的 我们再看下一页 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 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所以你看这边有没有提到 这是在讲信耶稣的人 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 但是我们内心想要顺服神的律 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提到 肉体人就是会顺服罪的律 所以你有肉体就会有罪的律 就还是去顺服罪的律啊 所以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一件事 只要你现在有身体 你只要还在这个肉体 在这个身体里头 你就还是有罪性 还是有亚当的原罪而来的罪性的 所以弟兄姐妹 是的我们现在因性称义 因性称义的意思是什么 被神称为义 所以神说我是义人 我就是义人 我要承认我是义人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 我们里面还是有罪性的 知道差别吗 我们再把事情搞得更清楚 请看下一页 好这罗马书四章四到五节 做工的得工价 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 唯有不做工的人 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 他的信就算为义 所以弟兄姐妹 你看到这边提到 首先恩典是什么 不做工的 做工得工价 不算恩典乃是该得 不做工的还叫做恩典 所以你是靠着恩典得救 不是靠你的行为 要靠行为得救 没有人可以得救 靠恩典只要愿意接受 就可以得救 所以你要知道 你是信而被算为义 我们再看下一页 罗马书四章六到八节 正如大卫称 那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的人 是有福的 他说得赦免其过 遮盖其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主不算为有罪的 这人是有福的 因为我发现这边提到 主不算为有罪 是什么意思 我们举个例子 你去直接回转寿司 你吃了三盘 一盘三十块 总共九十块 老板说老客人 好久不见 那今天我们这盘不算 所以你只要付两盘钱 就是六十块 这就做不算这盘 对不对 所以主不算为有罪 意思是你有没有犯罪 有 主不算你有罪 你有没有吃那盘 有吃那盘 不算那盘的钱 请问老板会跑去街上 拉一个人说 这盘不算你钱 那个人会说 啼笑 我又没有吃 懂吗 所以不算你有罪 代表你还是有罪 懂意思了吗 而且这边提到 在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 代表恩典不是靠行为 是行为以外 蒙神算为义 但是你要有好行为 是你信耶稣之后 因为上帝的爱跟恩典 而恢复的那种 像神儿子跟女儿 该有的样式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因信诚义 而行为是 你信耶稣之后 把你已经得到的救恩 彰显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 你是一个义人 以前你是罪人 你没信耶稣之前 你就是罪人 你做得再好 也是做得好的罪人 可是你现在信耶稣 你因信称义 所以你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因为神称你为义 你就是义人 但是你是一个 有罪性的义人 所以偶尔的时候 你还是会软弱 可是请问 我们的孩子 我们家里面的小朋友 因为打翻碗 就被赶出家门 不再是儿子跟女儿吗 不会嘛 相同的 我们信耶稣之后 你是义人 你是神的儿女 你可能会软弱 你可能会 这个没做好 那个没做好 难道你就会被赶出去吗 答案是不会啊 你知道我们在世上 我们有些儿女 做的一些很夸张 很伤父母心的事 让全家族丢脸 丢到爆掉 结果父母还是继续爱她 更何况是天父的爱 是永远永远长存的啊 所以你不用觉得 你好像做不好 神就不爱你了 他就是永远爱你 可是在这个爱里面 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在哪里显多 神用更多恩典 使你有能力去胜过 然后你的行为 就越来越像耶稣 所以知道 因性诚意在前 行为是后面 你自发活出来的 好 所以让我们把 刚才所说的话 归结清楚 我们以前是罪人 现在因主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 上帝称我们为义 上帝看我们是义人 我们也要同意 上帝的看法 也看自己是义人 所以你看 上帝看我们是义人了 我们要同意上帝 因为上帝才是万物的尺度啊 我们人就有罪性 但我们不定睛自己的罪 不要一直去看自己的罪 自己的罪 你要定睛的是 耶稣不要再定睛看自己的 不要再去看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罪 是要看耶稣 然后你的行为 才会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定睛耶稣 我们定睛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我们高举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 所以弟兄姐妹 你现在是蒙恩得救的义人 但是你仍旧有罪性 但是我们不要再一直想 我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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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看 我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神的义 我现在是义人 然后你更多的去定睛耶稣 你知道你一直定睛耶稣 你就会越来越像他 渐渐的像他 但是圣经上说的 你就藏着脸 看着耶稣 你就渐渐变成主的样式 弟兄姐妹 你大有盼望 你是义人 就算你软弱 你是偶尔犯错的义人 就算你一直犯错 你就是一直犯错的义人 而天父还是爱你 而你会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活出 那个该有的样式 让我为你做祝福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为我成就 十字架上面的救恩 不是靠我的行为 是靠你的恩典 圣灵谢谢你 住在我里面 让我知道我大有盼望 永远陪伴我 我不再孤单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猜浅 耶稣基督跟圣灵 让我知道我生命 有一个全新的盼望 就是我现在是被你们称为 义的义人 而义人的各样祝福 要领到我的身上 而我因为这一切的爱跟祝福 我会越来越像耶稣活出一个神儿女 该有的形象 奉耶稣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见了